李妈妈带着丫鬟退下去 荣华低声道 大家都知道老夫人病重了 老夫人不出面 也是合情合理 一来可以养养神 二来若是前面处理不妥当 老夫人也好再拿主意 反过来老夫人气病了 侯爷就算挡不住 也没有了别的法子 荣华的话让老夫人心里一亮 荣华看出了老二夫妻俩是针对分家 老夫人就叹口气 哎 你说得对 只要她处理老三的事 老二夫妻必然会在她的面前添油加醋 让她不能不生气 你毕竟是晚辈不好说话 一会儿你去你娘那里 让她出面 马上要分家了 她这个做长辈的 也好有长辈的模样 不能将担子都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荣华道 那我对外面说老夫人病得急了 老夫人叹口气就点点头 荣华去薛夫人的房里将老夫人的意思说了 薛夫人震惊地睁大眼睛 三叔怎么能去捞月楼呢 那可是坑人的地方 娘还是收拾收拾去老夫人房里吧 万一一会儿三叔父那边有了消息 娘也好安排 薛夫人一下子慌起来 我怎么想 这么大的事 还是要老夫人拿主意呢 荣华轻声地劝薛夫人 娘先将情形弄清楚 然后再去问老夫人的意思 薛夫人半天才答应下来 换好衣服和荣华一起去了老夫人房里 两个人才在厕室里坐下 就听得三太太哭哭啼啼地进了院子 这日子还怎么过呢 我怎么就那么傻 没想到她竟在外面堵了 李妈妈听的声音就忙营了出去 将老夫人病在床上的事说了 夫人也在呢 三太太先去测试做做 三太太看到李妈妈满面焦急的模样 顿时就信了刘七分 这 这可让我怎么活呀 不如拿根绳子吊死算了 眼面就哭起来 薛夫人和荣华将三太太迎进测试 三太太是抽也不停 这两日她早出晚归的 我就知道在外面有事 今儿一大早我就让人跟着她 谁知道班楼将人跟丢了 我只当她又在外面养了小呢 却没成想她是去了捞月楼 那里岂是她能去的地方 就算有万贯家财 输了也是一眨眼的功夫 三太太正哭着 只听外面有婆子回话 三老爷回来了 三太太听了这话 站起身立即就跑了出去 薛虫人捧着手里的虫罐子 缩头缩脑地进了垂花门 薛虫人 三太太一阵风势地跑过来 一把将薛虫人的虫罐子夺过来 就扔在地上 你在聊月楼 输了多少银子 你说 输了多少银子 薛虫人仿佛宿罪未醒 茫然地看向三太太 半天才到 一万两 三太太眼前发黑 端然是就昏了过去 一万两只是本金 三叔父没有带现银 按捞月楼的规矩 还要付利息银子 薛明锐正经而坐 将三老爷的事 说给荣华听 一万两的本金 荣华想着都心惊 三叔父不是这两人 才去赌的吗 怎么会输了这么多 薛明锐道 在捞月楼 五万金一笛 也是有的 一局就能输掉五万金 这样算起来 三叔父输了 一万两白银 还是少的 朝廷不是禁度吗 怎么在京城 还有这样的地方 一万两白银 别说是三房 就是涨房和二房 也拿不出 那么多的现银 没分家钱 若是出了这事 老夫人可能会用 提戒银子替血虫人还上 可是现在已经将薛家财务品大了 若说从宫中出银子帮三房 二房就会第一个不同意 就算老夫人用了提戒银子 二房也会说老夫人分家不均 可如果这笔银子全由三房来出 三房日后要如何生活 薛明锐皱着眉头 大周朝的禁度律法和历朝历代一样 不过是一纸空文 小赌方不说了 就说捞月楼这样的地方 富商俱古 达官贵人去得多了 朝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否则这参赌本就是罪 难不成要将这些险贵都抓起来不成 那就没办法依靠朝廷来解决了 三叔父签了文书 就算我能找人出面说话 也不过是免了利息 那家捞月楼牵扯了几个宗亲 想要不出银子就一了百了 是不可能的 薛明锐神色凝重 眼下也只能负了银子了事 朝廷政局动荡 我也没经历再牵扯太多的事 薛明锐这时候说出朝局 想必是又有什么风吹草动了 应付证据是关键 这些事上就不能费神 薛明锐低声地道 三场考试刚一结束 就有人告科考舞弊 这件事暂时的压了下来 只等着月卷发榜 科考舞弊和之前的拜恩师 可能会连在一起 那么这就会牵扯得庄亲王爷 薛明锐应付科考舞弊 已是不容易了 怎么还能有精力去禁赌 再说 赌场存在了这么多年 不可能换了谁 就能扫荡一清 可是这件事 老夫人不可能放着不管呢 荣华念头闪过 三叔父的事来得太突然了 侯爷有没有问问三叔父 为什么会去捞月楼 薛明锐和荣华对视 三叔父现在什么都不肯说 只有等他的情绪稍稍的平稳了 再问问清楚 整件事定是有人在其中推播主栏 那三房的事做文章的 就是二房 等着看老夫人会不会帮衬的 也是二房 荣华道 若是能将拉三叔父去捞月楼的人找到 说不定会将整件事情弄清楚呢 万一整件事就是薛崇义所为 先抓住了薛崇义的把柄 薛崇义反而就会处于下风 二房还不止做了这一件事 外面都在传 老夫人给了树子提起银子 让树子在山东 构置了五百亩的粮田 荣华顿了顿 这些话 若是传到薛家族里 也会引起不小的风波呢 再要人提出分家布军 朝廷必然会伸手干预的 薛明锐扬起俊仪的眉毛 说完这些 荣华画风一转 二婶遣出去办事的婆子 我已经都让人盯着了 后门的陈婆子 也愿意将二婶这些年 用他做的事供出来 就等二叔提出分家布军 我将人带去长辈面前说话 二房的所作所为 他已经领教太多了 他是一让再让 就算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他也不能一味地看着二房害人 自从老夫人和他说起分家 他就已经做了安排 他想到了薛崇义会利用薛崇杰数字的身份做文章 却没想到薛崇义连薛崇人都不放过 薛明瑞和荣华话刚说到这里 木槿匆匆忙忙进了屋 前院传话过来 三太太吞金了 荣华心里一颤 三太太怎么会这样地想不开 荣华立即站起身 吩咐红玉 将侯爷和我的长衣拿过来 荣华进了三房的院子 就听到一片哭声 薛明英 薛明达 薛明太三个 扬装镇定 却挤在一起 红了眼睛 薛义秀 薛义柔 却已经忍不住地 在三太太床前放声哭泣 薛夫人 拉着三太太的手 你怎么这样傻呀 还有这么多孩子 指望着你 怎么就寻了短见 三太太手指冰凉 脸上毫无声气 眼泪不停地从眼角涌出来 不一会儿功夫 三太太身边 行长远嫁地拿了一碗油汤 太太 太得先将这些喝下去 兴许就会没事了 屋里的丫婉婆子 忙让开路 让行长远嫁地上前 荣华和四太太 将薛义秀 薛义柔叫到一旁 一个母亲不太可能 蹬着子女的面 发泄情绪 三太太吞了金 仍旧没有将委屈发放出来 太太 您要听奴婢的 少爷小姐们 没有您怎么想 这个家 都要靠您 才能支撑呢 三太太 木然地躺在床上 像是什么也没有听到 行妈妈上前 将三太太扶起来 又从丫鬟的手里 接锅碗 盛了一勺油汤 送到三太太的嘴边 三太太看着那碗油汤 忽然有了力气 伸手就将那碗油汤 打了在地 让我活着做什么呀 不如死了干净 我自从加了它 哪有陷过半点的福 与其这样煎熬着 我宁愿闭上眼睛 也就不管不够了 屋子里没有太多的人 三太太一股怒火 也随着砸碎的碗 一起发放出来 为了这些孩子 我是不忍不轨的算计 若是他能胜些心 我哪至于如此 我知道这个家里 没有谁会喜欢我 都觉得我眼里只有银钱 可是你们不知道 认识换了谁 想要让这个家支撑下去 都会如此 他每日里除了买虫豆腿 就是在外面 就是在外面与那些 酒肉朋友吃吃喝喝 这些银钱 要从哪里拿呢 还不都是我的提及银子 花光了我的嫁妆 又花平日的用度 娘向来看不上 她没出息的模样 难不成 我能去娘的面前 数了自己的丈夫 我也是没有了别的法子 只能向娘家求助 可娘家的钱 也不是白白拿的 更何况我的娘家 也不宽裕 我只能想尽法子 替娘家找些买卖 赚些银钱 也好让娘家补贴我 熬了这么多年 攒下的银子 总算能置办些田产 却就被她这样的 堵了出去 三太太有了必死的决心 话语也就不管不顾 将这些年的委屈 通通地发放出来 说完这些 三太太拉起四太太的手 四弟还会想办法 出去赚些银钱 我们老爷只会将 我攒来的钱 随随便便地划出去 上次在府外养 小被人骗了 现在又是赌输了 一万两银子 你说这不是要了 我的命呀 荣华拿了块干净的帕子 给三太太擦眼泪 四太太也是一阵劝慰 不看僧面 看佛面 总不能让孩子们 没有了亲娘 经过了这一次 三不哪里还敢再去赌场 薛夫人也道 是啊 三里一定不敢了 三太太仓皇地笑道 那有什么用 左右我是看不到了 薛夫人和四太太对视一眼 又拉起三太太的手 你可不能吓我 你到底吞了多少金子 三太太也不回薛夫人的话 整个人松口气 就躺在营镇上 他们都大了 将来也能照顾自己了 我就算死 也能放心了 薛夫人和四太太 没了法子 只得在一旁陪着 行长远家的 又端来一碗汤来 三太太拿定主意不喝 一碗汤 泼泼洒洒 大多落在被褥上 听着行长远家的 在一旁哽咽 荣华到侧室里 去看薛明英几个 薛明英垂着头 在一旁扣手指 薛明达薛明泰 坐在抗边沉着脸 三个人见到荣华 都起身行李 二嫂 薛明英紧盯着荣华的表情 仿佛想要从中 看出些什么 三婶不肯喝油汤 荣华干脆 直接告诉薛明英几个 薛明英嘴唇一抖 喝了油汤 会好吗 荣华摇摇头 还不知道 家里准备了不少的土房子 如果三婶能试试 或许会安然无恙 弄不清楚 三太太到底吞了多少的金子 薛崇仁发现的时候 三太太正将尖六子塞进嘴里 后来两个人撕扯 尖六子给抢了下来 三太太的装匣子也掉在地上 手是散落一地 管三太太头面的丫鬟 都是去清点过 装匣子里还少了一只金柳子 薛明答道 熊妈妈说 母亲没来得及 吐那些金柳子 说着慌乱地看向荣华 这样也行嘛 母亲还会 这种问题 她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三婶情绪不好 荣华温和地看向薛明英 你们如果能去劝劝 说不定会好些 薛明太这才回过神来 那还等什么 我们这就过去和母亲说 让母亲将那些药喝了 荣华将薛明太拦下来 就算没有那些银钱 还要你们帮着三婶撑着家里 薛明英点点头 我知道怎么说了 不一会儿 二太太前室到了 行妈妈将二太太前室 迎去侧室里 见到薛夫人四太太 二太太是忧心忡忡 三弟妹怎么样了 我听到之后吓了一跳呢 这到底吞了多少金子呢 我听说吞了金 要折腾好些时辰才会 薛夫人叹口气 唉 还不知道呢 我们只是尽量地 想了解救的法子 只是 这三弟妹什么都不肯和 明英几个进去劝了 但愿三弟妹能看开些 二太太道 就是呀 这孩子还小呢 总不能将孩子扔下呢 三弟也是太不长进了 输了一万两银子 还不算利息 要知道 这赌坊的利息 是要收六成袋 这样算来 不是将明英 明达 明太将来成亲用的银子 都输进去了吗 足里给的三斤院子 才要了一千多两银子 这一万两白银 能买好几处的院子了 分家一共就分几万两的财物 少这么大笔 这么多人 要怎么过火呀 这哪里是劝人宽心的话 薛夫人都听不下去了 好了好了 这些话不是我们该说的 好在发现得早 这要不然 可真是祸事了 荣华站起身 准备去听听薛明英几个的动静 外面就传来咳嗽声 荣华撩开帘子 看到李妈妈 李妈妈向大家行了礼 奴婢来看看三太太 二太的目光闪烁 有没有让老夫人知晓 荣华看一眼二太太 只怕这才是二太太最关心的 李妈妈为难起来 还没有说呢 现在老夫人病成这样 奴婢不敢擅自做主 薛夫人道 说的是还是缓一缓 再和老夫人说吧 李妈妈点点头 那奴婢进去瞧瞧 二太太放下手里的茶杯 我和李妈妈一起过去 李妈妈立即道 奴婢从前和工人 学了些救人的法子 若是夫人太太们 在旁边看了 日后三太太脸面上 恐怕过不去 二太太惊讶地道 你还有这种法子 李妈妈点点头 也不再说别的 忙去了那时 众人坠坠不安地坐了一会儿 那时里 传来一阵呕吐的声音 丫鬟断了痰鱼 跟着李妈妈一起出来回话 吐出来了 这调养几日 应当就能好了 薛夫人松了口气 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 薛义柔薛义秀 陪着三太太的歇下了 李妈妈请荣华 去了老夫人的房里 内室里点着两盏羊皮灯 柔和的灯光下 薛明锐陪着老夫人说话 三叔父说 前两日有人和他赌虫 三叔父赢了不少 后来那人就鼓动三叔父 去捞月楼里试试 三叔父只是想跟着那人 去捞月楼见识场面 后来看到那人 赢了不少的盐钱 这才也想要赌一场 结果第一场赢了 第二场却输了 荣华端了热茶进屋 老夫人冷冷地道 输了盐钱 她不甘心 就又赌一场 赌钱就是这样 不论输赢 都会被牢牢地套住 老夫人招招手 让荣华扣在软炕上斜着 薛敏锐道 孙儿觉得是有人欺诈 三叔父 明天一早就让人去查查 看领三叔父去捞月楼的是什么人 老夫人应该能想到 这件事和二方脱不了干系 二老爷和三老爷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样想一想 老夫人说不定 就会稀释宁人